這個奇怪啦法輪大法 他這個法輪大法 我看過他的書 有些是氣功 氣功不是絕對的 為什麼不是絕對 你氣功練得再好 有一天也會漏氣 有氣則佛 無氣則亡 人有一天是會亡 所以那不是絕對的 那麼他也學了 一些道的東西 把道的東西 把佛的東西 把氣功的東西 全部引進來 這個做強 第一個他可以健身 健身是一定會有 但是佛陀講過 你身體健康 必然衰弱 你身體 你有佛 佛咒 所謂說 你有佛 就必然有死 有劍 有劍 必然有衰 那麼你有錢 有一天 你必然也會衰敗 也一樣會衰敗 這個都是屬於相對的 失家磨擬我講到佛法 絕對是絕對的 百分之一百是絕對的 而且是完全正法 有一個Joke是這樣子的 一個精神病犯、精神病院 院長要測驗所有的精神病犯 看看哪一個正常、哪一個不正常 是不是醫的比較正常、還是不正常 那麼院長呢 就在一個牆壁那上面 畫了一個門 那麼就教給這個 教大家 你們如果能夠出這個門 能夠出這個門 那麼你們就是正常的 他在牆壁上畫一個門 然後跟精神病患講 你們如果能夠出這個門 那就是正常的 所有的精神病患都去開那個門 這個也開、那個也開 大家擠走去開 那麼院長一看 都是不正常的 其中只有一個 他站在那裡 他也不去開門 只是站在那邊笑 那院長就認為說 這個是正常 這個 終於有一個正常的 結果院長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去開門呢 只在那邊笑呢 那個人就講 那個人就講 他們這些人呢 都是有精神病的 都是傻瓜 這個真正開門的要所在我這裡 結果呢 全部都是不正常的 我們啊 這活命法是正常的 千萬不要去學 那些不正常的 隨便人家畫一個門 喔 你就去開門 在牆上畫一個門 你去開門 有一個命法 那 partially不奇 天那些不鬼 能不能開門 從日aina 極限 週十 就 坐禪可以得定 沒有錯 但是你必須要把定 變成永遠永恆的定 你練起 一定要開你的中脈 開你的五魂 然後呢 你去見證到這個佛性 這樣子練起才有用 不只是見身 甚至你要把你的佛性給它打開 能夠見證佛性 這個才是真的 你強身沒有用 因為強身有一天你老來 也會得病 老病死亡都是一定的 那麼我今天跟大家講 大家必須要有智慧 時尊是摩索四十年 那麼從中間冒出來的 你要仔細觀察 便不是說叫你說 叫你去坐一坐坐禪 那麼叫你到 這個深山裡面去坐禪 你不會在家裡坐禪 到深山 所以講 round that 沒錯 就證明了 你在做一次 situations Então 我也要感到 你到處 你好 你叫小別 doing 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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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Ein 你 launches 像先天嗎 我是非常是 verify 你 finding 我很希望 為什麼你在陰境的地方就能夠得定 你在家裡你不能得定呢 什麼原因就是你的功夫不到 我們生活中你可以在深山修 你可以在都市裡面修 你真正有功夫的你可以允居在都市裡面 做任何事你都是禪定 如果你不能達到這樣子的境界 你禪定功夫還不大 你可以去修禪期 七天入定 七天修禪定 你可以去行禪 沒有錯 但是你不做禪定的時候 你不行禪的時候 你有沒有定啊 你如果沒有定 你功夫還不夠 你必須要做任何事情 每天將每天都要禪定 你都要禪定 都要給定 像剛才那個 这个麦克风啊,出问题 有时候想,有时候不想 师尊心里也没有方 还是一样照来,照来 说没得快啊,青菜 你知道青菜啊,不是青菜啊 这个青菜两个字啊 都可以 就是都可以 没有声音,也可以 有声音,也可以 这个才是禅定啊 禅定是什么都可以 才叫做禅定 如果有一样你不可以 你功夫还不够 大家注意了 大家注意 修,在山中修定 是很好的 在都市修定 也要很好 你修完了定以后 还有定 那更好 无时不刻 你都在禅定之中 做任何事 都是禅定 那是最上层 最上层的功夫 我今天跟大家这样子讲 可惜啊 这个修禅定的人 不在这里 他不会明白的 我妈的品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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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